大家好,我是HW董,今天是2017年4月14号,这是我的2019年最新版本的C语言数据版本的数据课程的介绍视频。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信息社会,数据为王的时代。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社会里面,数据是一些信息技术的基础。 无论是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各种商业应用,比如能力识别自动价值,还有各种科学研究, 以及政治,生活,决策等各个方面都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技术。 离开了数据,那么这些信息技术就没有了根基,也就是巧夫难为无名之隐。 谁拥有了数据,谁就可以拥有未来。 我们这几年非常火的能工智能,它的强大不在于算法,而在于现在有大量的数据。 比如我们现在能工智能最火的深度学习技术,它的理论是几十年前的,但是为什么在这几年突飞猛进取得这个紧碰式的突破性的发展,就是因为现在有了大量的数据。 当年也离不开现在的这个计算硬件,比如GPU这个变形处理器的这个硬件的发展。 这种科技家沃斯说,程序就是等于数据机构加算法。 就是一个程序里面就是一些数据,而且对数据进行处理的算法。 程序的数据必须合理的主折,然后我们才能有效的处理。 而数据机构正是这样一门许可,它可以研究如何合理的组织存储数据,以及如何有效的对数据进行处理。 也就是数据机构它的研究内容就是,这个课的研究内容就是数据机构和算法。 数据机构就规定了这个数据的这个处理效率。 是吧,良好的数据机构呢,可以使得我们处理数据效率得到提高。 当年我们这个实质优秀的这样的算法呢,反过来也可以是更加有效的处理数据。 就是良好的这个数据机构和优秀的这个高效的处理算法,两载是相辅相成的。 数据机构决定了数据处理的效率。 比如我们一户人去买东西,如果乱哄哄的,那么这样的效率就比较低。 如果大家能排成一队,那么这样的这个购物的效率速度呢就快,快多了。 再比如我们衣橱地的衣服,书柜的书,我们不能扎入武章的这样对方,应该有条例的摆放。 如果扎入武章的地方,然后我们也要找我们需要的母亲衣服或者母本书,就非常困难。 如果我们能够分门逼利的,有条例的存放,那么就能很快找到我们需要的衣服或者书。 数据机构也是的,如果我们数据能够有条例的这样进行组织,存储,或者摆放,那么呢,我们就能有效的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数据处理,在我们的长述中是每处每时每刻都遇到的,是吧。 比如我们在Google设置引擎,我们要搜索某个信息。 那么搜索引擎如何面地,在每秒钟指日式或者指测日式这样顶级,是吧。 就每秒钟可能有指测日式用户在顶级搜索各种信息。 那么Google公司,那么怎么样给它的大量的后台的数据进行处理。 怎么样设计一个高效快速的检索算法。 怎么样将检索的数据按照它的价值度进行这个相应的排序。 那么这就设计到后台的数据怎么样主折,如何设计高效率的处理这些数据的这个算法。 再比如我们电脑操作视频。 假如我们在电脑操作视频里面搜索某个相应的文件,我们可能输了一个关键字。 那么操作视频就会自动的很快的把我们搜索的和这个关键字相关的相应的这样的文件。 这个搜索显示的这个机构呢,越快,那么用户越满意。 如果你输了一个关键字半天,它还没有相应的机构。 那么用户就会很不耐烦。 再比如我们购物,我们每天都购物。 我们在购物网站上,比如输了一些关键信息,比如iPhone。 那么它就会显示和iPhone相关的产品信息。 它还会根据我们平时购物的这个浏览的历史或者购物的这个情况呢,向我们推送一些广告和产品。 这里都离不开对数据进行有效的这个存储和处理。 比如我们,假如收集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按销量信用和价格排序。 那么它也很快立即按照这个呢,对我们排序,把这个机构展示出来。 如果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销量排序半天,那么它才有这个机构出来。 那显然这个用户呢,是会很恼火的。 通过上面的这个介绍,我们就知道,数据机构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虚科。 可以说,它是机构机虚科课程中的最重要的一门课程。 它研究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储和组织数据,以及如何高效地处理这些数据。 处理数据的这些算法,这个过程或者步骤就会成算法。 所以数据机构名字叫数据机构,实际上它实际上两个方面。 一个是数据的组织存储,还有一个呢,如何有效地高效地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也就是如何设计一个好的算法。 只有精通数据机构,我们才能设计和开发高效率的软件系统。 因此,精通数据数据机构呢,是软件工程师的基本功。 因为所有软件系统都离不开对数据进行处理,就是都离不开数据机构。 一个不懂数据机构的所谓的程序员只能称之为马龙或者马工。 而只有懂或者数据数据机构的这样的程序呢,才是真正的程序员。 才是所谓的机构机专家。 这就比如我们普通的黎瓦工也能盖房子,但是他只能盖乡下的这种,就是一层两层这种小的房子。 但他不能设计很高大的这样城市的这种各种大型复杂的建筑。 所以经过专门的建筑设计的,学习过这样的知识的这样的建筑设计师,才能设计复杂的宏伟的这样的一些建筑。 因此美国的归国,如Google、Facebook等等著名企业,以及Google的Bet等著名企业呢,在民事软件开发人员的时候,它的民事题几乎都是数据机构方面的题目。 当年也会实际着将来的一些具体工作,实际着一些专业的相应的课程的知识,但是主要呢是数据机构方面的题目。 所以我们要面试这些企业的时候,通常都需要刷题,所谓刷题就是大量做数据机构方面的题目。 如果你不刷题,贸然去面试,基本上这个比通过的该机会是为零。 那么是不是这个进了大学选学这个知识专业,那么才能从事软件开发或者算法实际方面的工作呢?实际上不需要。 实际上我们只要熟悉或者学会一门编程语言和数据机构,只要掌握这两个,那么就足够升任巨大部分的软件开发工作了。 就可以成为一个赫克的程序员或者软件工程师。 而其他的资论机的所谓的专业课,比如超级系统,资论机网络,编引运理,或者图形学等等。 他们都是,还有软件工程,他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不需要学习这些知识,照样能够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进大学才能续绘编程,才能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实际上我们经常听说很多小孩很小,那么他就已经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比如游戏啊,或者什么各种很火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这就说明实际上大学的那些课程呢,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么输入这个内容具体的研究是什么呢?我们说主要是研究很多数据因素各成的一个集合。 就是说我们数据各通常研究的不是单个的一个冰量啊,或者什么。 它通常是有很多叫做数据因素的这样的多个数据因素,组成的集合。 要研究这是数据因素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从抽象角度它具有什么关系。 然后在集合机内部,就是如何表示它们,就是如何把数据因素存储在集合机内部,并且把它们关系表示出来。 然后如何对它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 比如我们开发各种信息管理系统,或者数据固相关的系统,里面的数据经常是表格的选择,表示的。 比如这个股票交易表格,是吧?还有员工表,户户表,学生表,等等。 这是各种各样的表格,它从车厢的角度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是吧?比如这个学生表,那么我们可以去看证它的什么? 每个学生表可以看成是一个一系列学生的,这个相应的制作个程的。 每个学生的积落,构成一个所谓的数据因素。 那么这些数据因素在实际上是一个排列,在表里面。 所以这种,不管是多么复杂的数据和信息管理系统,无非使得这些表进行处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表,实际文童的证据表车向出来,形成一个叫做数据个例的叫星星表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谓的星星表,就是数据因素,是一对一的关系。 也就是说星星表就是什么?数据因素的一个排列。每个因素呢,在星星表有一个确定的位置。 是吧?肯定有一个因素排在第一个,也有一个排在最后。是吧?它都有一个确定的序号。 就是说我们只要能研究清楚这个星星表,那么将来遇到各种星期管理系统数据库,这些表额,你就会发现非常简单。 因为这是表,无非是星星表的一个具体的实习。是吧?我们只要把里面的AI,比如换成学生,那么就是学生表。 把AI换成员工,就是员工表。把AI换成这个户,就变成户表。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数据机构理论,那么星期管理系统各种程序定例表呢,就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在数据机构,还会遇到一种叫数据机构,这样一种数据因素的之间的关系。就是数据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是吧?它不能数据因素排成一粒,而是排成一个,而是什么?形成一个层次性的,一滴多的数据的关系。 比如我们下棋的这个棋盘,是吧?有一个开始的棋盘,然后从开始棋盘可能有很多个可能的变化,会展开形成多个可能的这个棋局。 然后从这每个棋局,它一可能多种折罚,一会产生的多种可能的棋局。那么这个一个棋局就是一个数据因素。 那么从这个数据因素可以产生多个棋局,就是和多个数据因素形成一个数据的关系。 对于围棋,那么这样的棋局展开的这个数呢,是非常大的。就是用我们心意的条件,很难就是把它们全部没击出来,两个人对它们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著名的击败能力维持关键的阿发格能工智能程序,那么就需要对这个棋局从开始到所有可能的这个棋局构成的这个所谓的棋局的这个状态空间进行快速的搜索。 所以我们就要寻找相应的最佳的这个这个折纸的方法。 那么这个快速搜索呢,就实现了一个对这个数型极客进行快速搜索的一个叫Mont卡托数搜索算法。 当年我们这个数型极客还在这个组织极客,比如我们公司也总公司,总公司也分了很多分公司,分公司也有一些部门等等。 或者像一个国家,一个中央政府,然后一个省政府,然后一个市政府等等,这样一起一起的形成都是这种城市极客。 还有比如我们家属关系,家属的祝福,还有基因祝福等等。 就是这种数型极客在我们那场生活中,或者科学研究中呢也是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极客。 我们数型极客的数型极客呢就是对那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数型极客进行抽象, 生成一种叫做数的这样一个极客,然后研究对这种数的一般的这个处理技术。 再比如我们微软的在2009年和2010年左右的Xbox游戏机体感游戏机, 那么它里面用了一个K-Lite深度摄像机。这个深度摄像机呢可以从拍摄的图像里设施着减少人铁的这个骨格。 知道人铁的骨格情况就能知道人铁的这个运动情况。 而我们传统的呢,我们要分析这个人铁的骨格,要用专业的运动补护系统。 运动补护系统通常是有很多昂贵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专业的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呢必须是同步拍摄一个模特在做各种动作。 而模特身上呢可能也必须穿上紧身机,贴上一些mark。 然而这些摄像头,经过拍摄之后,它不能一直对每个得到它的关系, 要适合就是理性的再用一个专业的这个运动补护的处理软件。 去把所有摄像头拍摄同步的视频进行处理分析,然后才能得出这个模特的这个顾客运动情况。 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而我们Killator呢可以设计的,是吧,它就是设计的相当于当时,就是就可以得出国客的运动情况。 是吧,不需要再连线处理。 这个专业的运动补护系统是摄像头是Sphere,要几百万。 而这个我们这个呢,Killator的相机呢,就要几百人民币。 所以我们以这么低的成本,就能达到和这个专业的运动补护系统差不多的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这个人生产不需要任何Mark,也不需要检测机,就可以得到这些人的国客运动情况。 然后呢,可以通过这个运动情况,就是能去操控这个相当于电脑的这个画面的游戏。 这就叫体感什么控制游戏。 是吧,当20100左右推出这个Killator时,这个非常火。 很多公司呢,就纷纷的围绕Killator去开发各种各样的奇异产品。 是吧,这个2Pool是非常,这个,非常就是轰动的一个2Pool型产品。 这个,它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除了这个深度摄像头Killator之外,关键是用了知识虚的一个重要的知识虚技术,叫随之森林。 这是一篇论文里面提出来的。是吧,其实这一篇论文就丁定了这个XboxKillator相知它的突破性的进展。 这篇论文用了随之森林。随之森林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所谓的森林,就是 多个树,而这每个树呢,是一个所谓的二叉论树。用这多个二叉论树,我们可以从图像里分析出人体的各个运动情况。 所以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应用。同样,这个随之森林呢,我们也,后来也有人把它用于什么? 流体的仿针,本来流体的仿针,比如水啊,鹦鹿啊等等的仿针呢,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就是, 它需要就是用温度仿针引擎,是要消耗很长时间的才能就是, 谋利一种很短的这样的画面,就是它的时间非常耗时。 现在我们用随时森林制度,就可以自动学习这个流体的运动情况。 然后呢,可以比较快速的,这样呢,得到相应的这个流体仿针的效果。 它也是用了随时森林,是吧?我们看这个,它的, 谋利的水的运动的效果,以及和相应的温体的这个交互的这个碰纵的情况。 好,从我这些例子,我们就看出这个随时森林这个技术,在科学研究中非常有用,是吧? 它使用的就是我们数据机构要学习的二差数,是吧?这样的一个数据机构。 除了刚才数据机构,我们还有什么呢?图形机构。图形机构,就是数据因素之间是一种多的多的, 刚才数呢,是一个一的多的关系,图形机构是一种多的多的关系。 这个在那场生活中和科学中也很多,比如接近网络, 网络之间其实是多的多的一个连接。再比如我们社交网络,是啊, 就能和能之间的关系也是多的多的关系。还有交通图,比如我们这个交通图,是吧? 我们这个可以用一个点,呃,一个点表示,是吧? 这个每个地点之间通过这个边,也就是所谓的路,把它连动起来。 然后这,针对这种图形机构呢?比如我们这个交通图,我们有所谓的距离路径算法。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地点到达另外一个地点,有多条路径。 那么这个多条路径哪一条是最短的呢?是吧?这就是导航问题。 而这个最短呢,在我们接触机网络里也很有用。是吧?比如接触机网络,我们要把一个数据报, 就是说我们在发送,接触机网络在发送数据的时候,把数据经常分成一块一块的。 每一块叫做一个数据报,里面包含了发送载的接触机网络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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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接触机网络。 那样将数据来传递到接触方,就像我们的邮件,那么我们的邮局要通过哪个邮局转到下一个邮局,这样不动的转。 是吧?这其中就需要用到路由算法。 路由算法接触机网络里有两个,一个叫拎接中态路由算法。 它就是我们的课程里要介绍的Digi4X这个接触机网络算法的一个并种,就是针对接触机网络的一个并种。 还有距离向量路由算法,它也是我们在下面课程会介绍的数据机网络的Floge的这个拒络路径算法。 就是路由算法主要有这两种,它就是我们数据机网络的将来要学习的Digi4X和Floge的两个算法。 再比如,假如我们对三文模型进行处理,比如我们要给它进行纹理、音色, 使得这个模型上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皮肤颜色等等,或者进行其他的几何处理。 我们通常呢,会把三维模型把它切开,摊平到一个平面上去,然后进行所谓的参数化。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怎么样寄送这个三维模型上两个点,比如这个点和这个点,它的在模型上的所谓的拒统距离,这个拒统距离就是所谓的测地距离。 是吧,这样各种拒统距离的模型上这条路径叫做测地线。当年这个路径不是我们两个点的直接的一切,是吧,是引读模型上走的这个测地距离或者测地线。 那么在这里呢,又涉及到这个土的拒统路径的算法。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型,我们具合呢,模型实际上就是,就是一些三角网格这样连接起来的,是吧,这里可以去看出来,是吧。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在模型这个三角网格上面进入去这个最近的这个测地距离,是吧,这就涉及到这个拒统路径的算法。 再比如,假如我们一个城市,它有多种这个进入的方案,把这个城市连通起来。 但是,现在假如我们希望就是,以最少的道路将这个城市连接起来,而且呢,希望总的建造的跌价最少。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图形里面的所谓图结构,针对图形结构的一个据小生成数问题。 这个据小生成数,除了这个城市交通图,是吧,这个规划,使得进入的跌价最小,实际上我们在科学研究院里也会经常遇到。 比如,我们著名的基础图形中家胡匹,是吧,它在1992年,一篇这个非常有影响的一篇论文,叫从五组这点云,重进这个曲名,这篇论文里就用到了据小生成数算法。 所谓曲名的重进,就是我们给了一个通过各种扫描设备或者等等后期的三维模型表面上这是三维顶,也就是每个顶是xyz桌标,这样有无数个,不是无数,也就是很多个这样的xyz桌标,xyz桌标顶。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外体的三维模型确定下来,也就是怎么样确定这个外体的三维的三角往根模型。 那么它这一平等我们是首先把一个顶底,就是原始的这个里面的每个顶底和它复生的,比如设一个顶底连接,这样构成一个图形极客,这样图形极客我们就成为雷曼图。 然后呢,它对每个顶,用它复生的这个连接的这支顶呢,我们进入一个所谓的七平面,根据七平面我们就知道发时量。 但是七平面制造之后的发时量,它的方向指向这个外体内部外部,这个是不确定的。 有的可能我们是指向内部,有的指向外部。 所以下面呢,它就使用了一个巨小生成数法,就是我们对这个图形,确定它的巨小生成数。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模型上确定一个,一个巨外,就是或者巨上面,巨左边,巨右边的某个点, 确定它的一个向外的发时量。然后从这个顶,引入这个巨小生成数,这样走一遍,就能把所有顶的发时量呢,都一致向外。 把所有顶的发时量都一致向外之后,然后可以用一个著名的,叫marchin-cubial算法,就可以测试等值命,确定。 所以那个什么,这个三角五个模型,去确定这个模型。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巨小生成数,就是我们数学机构要介绍这个巨小生成数,这个算法呢,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就是图形学中,也是很有用处的。 因为我的方向是图形学,所以我的图形学,这是算法在图形学的应用,我是清楚的。 好,我们这个数学机构课程呢,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大学的数学机构课程里面的主要的内容。 当然要比我们一般的,就是考研的数学机构内容呢,我们这个课程都包含了,是吧?比如有星星表,这样的队列,冲和数据,数据凹杂处,云云队列和队列,还有什么并查结图,查找排序等等。 就是说,它的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个课程讲解的时候,会采用画蓝维基的这样的讲法,使得许多看起来很困难的算法,经过我的讲解呢,你就会发现就非常容易懂。 因为我讲解这些算法呢,都是先从动画实力来说明云里,然后呢,就用代码去演示这个算法的具体的执行过程。 比如我们看一下,假如我们讲解一个叫星星表的这样一个数字极客。 那么星星表,我们就说,它就是N个运输的一个排例,然后呢,我们介绍它的操作,比如新出不出一个星星表,它就是一个空表。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删除操作,比如把这个从里面删除,就变成这样的了。然后呢,我们再删除。 假如我们要夺取,夺取这个星星表的第二个元素,是吧? 通过这个操作,我们夺取到这是B。 然后呢,我们假如要修改第二个元素,是吧? 把L这个,表示这个表第二个元素,修改成H,那么它就修改H。 这样我们先以这个,说明每个星星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然后呢,我们从车厢角度制造星星表之后,我们再去讨论它的色性。 比如星星表,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数字,加上一个,比如整数变量,来表示这个星星表。 然后呢,我们演示一下,就是有pushback,在星星表最后添加一个元素是怎么加的。 是吧?把每个元素这样加到最后,加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放到这个data的相应的位置。 是吧?两个人把n数据入各种,加一个这样,不动这样来。 同于这样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星星表这是操作,pushback是什么,是吧? 刚才还有这个move,是吧?刚才,如果假如要move一个,是吧?怎么move的,remove,删除。 这样呢,就把,比如说,第一个nove了。 这我就快速放一笔,是吧?两个呢,我们在知道这是星星表大概的原理之后,我们就讲它的色彩语言,它的机构怎么表示,是吧? 我们用这样一个机构表示,它用几个数据变量来刻画这个星星表。 然后呢,怎么样进行这个初始化操作,然后这个表示星星表这个机构,它是什么变化的。 然后呢,我们整理每个操作,是吧?比如说每个操作初始化了之后。 我们假如这个星星表是星了,那么它的每个操作是怎么产生影响的,是吧?这样产生影响的。 就我们看就是这个数据怎么变化的。 然后对于每个操作,我们也是的,这个电码一步一步这些人是怎么变化的等等。 好,这是一个方面。 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内容很丰富,包含了考研的所有数据内容,是吧? 而且我们在介绍每个数据机构之前呢,我们会介绍这个数据机构,它的具体的应用案例,就是它一拿起应用。 我们在普通的数据机构的数据上,或者其他方面呢,就是视频课程里是很少见到的。 就是我试试大家知道,这种数据机构,比如并查集,它可以用于哪些方面? 且有无相图的生成图,且有图像处理,把图像的分隔,就是把图像分成一些相关的问题等等。 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并查集,或者说不相交集,它的具体应用。 知道这是具体应用的之后,你就知道这数据机构实际上在科学研究中,它的作用实际上是很大的。 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具体应用也是一样的。 最后呢,我们还会在这课程里放上一些练习和刷题,这样是考虑到将来考试或者考赢的需要。 然后我们的课程没有那么多废话和斗机,就没有很多,一开始先吹个半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讲什么内容。 是吧,很多网上的机构的课都是这样的。 包括大学的很多老师,比如吕老师讲课,就很慢,婆婆妈妈讲了半天。 是吧,这个时间浪费大家很多的时间。 结果我们这课程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讲语理也讲电码实际。 我们普通大学的讲课,通常自讲语理,就是电码实际讲的相对比较少,就是非常少。 因为我们电码实际通常是通过生硬课,让学生组织练习的。 而我这课因为是网课,所以我在这里不但讲为理,还要把每个电码实际一下,而且每个电码也解释每个电码每一句,它是怎么一步一步这样来实际这个算法的。 最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这个相关的教育识别,这个是我的博客。 然后我的B站和微博的用户名是HWA-DON。 然后网易云课堂就是我们的数据课,就把课程内容就放在这里面。 好,比如我们看一下网易云课堂,可以搜索一下,在这里面输了这个HWA-DON。 这样可以搜索到我的课程。 这里有三门课,这是2018年录取的,这是2019年新录制的C加1版,还有2019年刚录制的C语言版本。 这个新录制的,这个何录制的,现在基本上这两个录制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些内容要补充。 然后我们在B站里也可以搜索了HWA-DON。 这里有很多免费的这样的设计课程。 这个好吗? 再搜一下。 B站为什么这么慢呢? 好,搜索这个B站之后,我们可以搜索。 搜索这个HWA-DON。 就我的这个上面B站里面有, 呃,重填到C加快速论盟2019。 是吧? 还有,还有什么? 两小时重填到C加快速论盟。是吧? 如果你想学C加数据课程,可以起码这两个。是吧? 只要花几个小时,也就半天一天的功夫嘛。 如果你搜索这个课程语言,那么就可以很快掌握C加加了。 不需要想大学的,需要花一个学习来学习C加加。 如果你没有学过任何编程语言,我们可以学一下这个6小时C语言快速的门。 虽然是6小时,但是呢,实际上可能要花一两天或者三四天都是可能的。 然后呢,可以掌握一下C语言。 当年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数据课排序。 这里面可以看看我数据课是怎么样讲这个排序算法的。 当年还有这个C语言C加快版的这个数据课介绍。 这里面有一些小视频。 好,这就是我的这个数据课程的介绍。 希望大家能够转发关注我的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